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在总决赛第三场狂砍46分 在球队逆转取胜拿到赛点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1年山西星瑞女篮成立 转年就拿下了一级联赛的冠军 2012至13赛季 球队在其首次WCBA联赛之旅中就掌握冠军 引进国际巨星 著名教练 以及优秀国内球员等一系列措施 制造了这支联赛新军的异军突起 那其中有着不败女王之称的美国球员 玛雅摩尔的加入 是球队强大攻击力的关键 摩尔力量强 弹跳好 风格硬朗 强悍 身体素质和进攻能力都接近男子球员 这让摩尔在身体对抗程度相对较低的 女篮联赛中是如鱼得水 经常为球迷奉献单场40分50分 甚至更高的得分表演 2014-15赛季以摩尔为进攻核心的山西女篮 向着联赛三联冠的目标逼近 这个赛季WCBA的总决赛是在山西与北京之间进行的 采取五战三胜制 两队先是分别拿下了自己的主场 第三场比赛谁赢谁就抢到赛点 而那又是山西女篮的最后一个主场 对志在未免的他们来说非常关键 2015年3月3日第三场比赛打响 开始阶段身穿蓝色球衣的北京队似乎找不到状态 打了五分多钟才拿到四分 而山西女篮一上来就展示出未免冠军的攻击力 在同样的时间里有14分进战 北京队在逐渐找到状态后进攻有了起色 首截结束他们17比23落后6分 在山西队的23分当中 摩尔内突外头一人就贡献了16分 第二节北京队重点盯防摩尔的战术见到了效果 整整十分钟 山西队只让计分牌变了五次 有四次还是靠罚球涨的分 最后40秒 贵尾打进了山西队 在第二节唯一一个运动战进球 北京队则完全相反 手感找回了不少 打出了一波19比0的进攻高潮 半场结束时 他们不仅将之前的分差完全抹平 甚至还领先了14分 休息回来之后 在主场观众震耳欲聋的加油声中 山西队如梦初醒 马亚摩尔向家族了动力的马达 开启了疯狂砍分的模式 在他的带领之下 山西单节打了对手一个28比5 以57比48领先9分结束第三节 最后一节北京队采取半场扩大紧闭战术 分差缩小到了6分 但很快摩尔发威连得7分扩大领先 山西队最终76比65获胜 总比分2比1抢下赛点 整场比赛摩尔交出46分 11篮板和5个抢断的耀眼数据 这真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第二节我们打得非常糟糕 但我们始终相信自己 才能够追上14分的分差 在球队困难的时候 是现场观众疯狂地加油助威 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有领先大笔肺又会输了 大家始终没有放弃 这种精神 我们北京队采取的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在一些逆风的时候 大家这种处理球 大家这种把握性 该进的球 显得还是能力上和对方的 马海姆尔确实还是比 要欠缺一些 两天后山西女兰客场72比70 陷胜北京 从而以3比1的总比分赢得总决赛 这是山西女兰进入WCBA三个赛季中 第三次捧起冠军奖杯 成为继8一之后第二支 实现三连贯的球队 那个赛季的四场总决赛 摩尔场军贡献33.75分 好了故事就说到这里 历史今天看 下次继续 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